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我人生经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而且在异国他乡 在日本 能够作为中国志愿者 能够展示这样一个中国志愿者的风貌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现在这边是我们要去聘 志愿者去聘的地方 我本身对志愿者这个活动就是蛮有兴趣的 当时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还就是还小嘛 其实也很就已经 但是是坐在东京了 然后就很想去北京就是当志愿者 但是由于就是种种原因嘛 因为要上课啊之类的 就也没取成 那后来之后现在在东京开奥运会 他决定开的时候 我就想说一定要当志愿者 这样子 作为领导的话 应该就是主要是 去关心一下这个 就是成员的一个情况 那么特别是在今年奥运会 这样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 一个奥运会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也非常需要关注 就是成员的一个升级状况 然后去带领成员去完成一些任务 这样的一个职责吧 在我们组的话有三位 加上我有三位的中国志愿者 然后还有的话是一位欧洲的志愿者 然后还有就是日本级的志愿者 总共我们小组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吧 其实组长是负责组员的一些 就是活动安排呀 然后就帮他们做一些判断呀 就是可能他们有什么事情 你找我 我要跟他们就是及时做说判断 调整之类的 我们一组大概是有17个组员 然后是有4个组长来管这十几个组员 有一个是法国人 除了我之外都是日本人 当时在奥运会选拔之前 他有一个groupwork这样一个研修 然后我当时在groupwork里面 承担的是一个小组长的一个角色 那么最后可能他根据你这样一个 这个有领导力吧 最后选择了我作为一个group leader 所以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自己觉得其实做的还不通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可能整个都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志愿者比较缺 那我们就是这个负责这个任务的就是志愿者也是非常非常缺 那所以经常会有小组说我们做明天缺三个人啊 后天不够啊这样子 因为你要尽量满足那些官员的需求嘛 但是我们做好像到现在为止就是怎么讲循环的比较好 没有说出现什么一下临时没有人了或者怎样的情况 我们可能比较会变通 然后关键时刻可能会比较马上迅速的就是捕捉到这个事情的根源和目的性 那些人都来问我 那些下面的就是日本的那些同志他都来问我 我们觉得好像我中国人就是做的还挺不错的 作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那当然就是有一种责任在身上的话 那其实中国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那中国人也不是说你们看到的中国人这个样子 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人那你们看到我你们愿意跟我交朋友 你们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就代表中国人那中国人就是这样 我们祖国现在越来越繁荣常盛越来越强大 那么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越来越强 那么如果从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也能够看出 其实我们东京奥运会不光是我 然后还有很多的其实应该也会有很多的组长 所以我们其实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吧我觉得 在不光是在志愿者方面 在一个文化文化领域 我觉得能够在日本这样一个舞台上 在国际平台上去展现这样一个志愿者的一个风采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非常自豪 非常的非常开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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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